在港湖区呢 这个是泛律分裂的情况 TBS民调中心所公布的 这个港湖 内湖南港的最新民调 我们来看到国民党参选人 李彦秀一支独秀 目前44%领先 那么民进党高嘉宇27 还有激进 台湾激进的吴星代13 那当然高嘉宇很多人说 惨了是不是 这个就稳输的吗 因为是吴星代来乱 但是高嘉宇有回应 他说这有可能是有人 刻意把民调给放大来操作 他说所以这份民调告诉大家 一定要集中选票 绿营不能分裂 他说很感谢这份民调 好那吴星代说不管是 他现在不是现任民态了 那他又是个新人 没有资源还有大党加持 可以有这样的支持度 非常感动也非常惊喜 好不过回过头来 里面有一些细项 先来看到这个喜好度的部分 李彦秀的喜好度高达 高嘉宇他的喜好度有四成 你觉得还行 但问题是他是比较麻烦的 你知道他里面的不喜欢的部分 有36% 36%不喜欢高嘉宇 换句话说他在三个里面仇恨值最高的 吴星代只有16%人说喜欢 但是这个很妙 62%的民众无法表达意见 因为就是对他不熟嘛 根本他是谁都不知道吧 长什么样子你就完全不清楚吧 好那这份民调目前看来怎么办 高嘉宇是 这份民调呢对三个人来说都有其意义都很开心 都很开心 难得看到一个民调是三个人都很开心的 吴星代当然很开心嘛 就是说他真的有能力扳倒高嘉宇 还有扳倒高嘉宇的能力 因为大家知道吴星代出来选 对他背后支持他的人来说 并不是真的要吴星代选上啊 是要扳倒高嘉宇 你只要在港湖区有扳倒高嘉宇的实力 我就会继续投资你 所以吴星代很开心 证明他有这个实力 如果他只有两三%的话 没有对整个选局有影响 那吴星代后面选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民调虽然吴星代只有13% 可是他代表什么 吴星代可以继续选下去 因为那些人就是很单纯 弄倒弄弄倒高嘉宇是他的志愿 好那对高嘉宇来讲呢 他为什么有这个也值得开心的地方是 要告诉绿营的民众 你今天吴星代这样选是保送谁 保送李彦秀 我现在高嘉宇可以大声的去喊告级牌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高嘉宇会去喊告级牌 那就像是他昨天在友台的时候 他中间有讲一句话说 李彦秀已经赢了 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民进党不去整合的话 那港湖就会掉一席 离民进党的政党轮替 这个国会过半 国民党政党轮替过会过半 可能会变成可能性会成真 好所以这个高嘉宇他会用这个方式 那李彦秀他拿到44% 然后这个远赢高嘉宇 那会不会产生一个西瓜效应 让更多的人愿意站出来支持李彦秀 那当然这份民调对他也是有利的 所以很少看到这种对三个人都有利的民调 不过呢持平而论最危险的当然还是高嘉宇 我要讲一下高嘉宇过去他民调能够高的原因 他能够在港湖区胜选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唱歌 他现在最近有点搞错了 我觉得他最近有点搞错 不是因为他唱歌 是因为即使在他是民进党的立委的身份之下 或是议员的身份之下 民进党有做好的不好的地方他敢直言不回 可是他现在不敢讲了 他现在不敢讲 他现在什么都不敢做 他现在胜唱歌了 所以那些你看民众党的支持者 现在有46%支持高嘉宇 可是36%支持李彦秀 所以本来民众党照理来说是支持高嘉宇比较多才对的 但是当高嘉宇选择跟民进党都站在一起的时候 民进党的人没有回头 还是有29%在支持吴欣贷 可是呢民众党却已经有快要一半 已经有四成要去支持李彦秀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两面不讨好 他很容易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落选 所以他真的要想想看 你是不是要维持你的人设 如果高嘉宇他能够胜选的人设是因为 即使我是民进党 但我很勇敢的指出民进党的错误 那你就应该要坚持你的人设 不要去惧怕民进党的激进分子对你的攻击 还有另外一个人碰到一模一样的问题叫王世坚 所以我认为游淑惠虽然选的辛苦 内区比较绿 可是当王世坚他也放弃了 对民进党的指正的时候 他过去的那些支持度也会消风 因为他回到民进党的形状了 对对对 像你看我的人设是我一直以来都是对民进党是在晋级的 所以我从来没有改变我的人设 所以我不会有这个问题 可是你看到高嘉宇跟王世坚 他们为了要选这一次的立委改变自己的人设 所以当高嘉宇改变人设剩下唱歌的时候 那他的民调当然就会下滑 这是比较可惜 他真的要想一想 如果因为选战还有几个月 如果他回到原本的人设 或许会有一点点在他的绿营选票上面有影响 又又会有一堆人去攻击他 可是他才是真正要保有自己的初衷 初衷很重要 当时选择高嘉宇的人 这次要继续选择高嘉宇 你必须还是要是那一个高嘉宇 他们才会再选择你一次 就是说士林北投这个选区 那是一个蛮特殊的 他跟中正万华情况有点像 就是说国民党比较 让大家比较头大的这个区域 不是我们的选将不好 张思刚跟这个侯汉廷都是很好的人选 可是因为呢 他们的纠葛是来自于这样子 就是过去有发生林姓儿的这个会选案 那林姓儿我要帮林姓儿讲话 林姓儿现在目前是已经就是没事了 他也继续做他的议员 可在过程当中呢 那就有很多的里长 因为这个有没有所谓会选的问题 被检察官抓去问案 那只要这个对于这个地方基层来说 是一个可能天大的压力 然后就是哇那大家就觉得说 我是不是要被告 我是不是要被关了 然后这种压力 使得在这个选区里面呢 大家互传而语都传得很难听 所以呢所谓的爆料 我也跟大家说 那很多我听我都听过 但我现在不愿意讲 因为都不是事实 都不是事实 而且很多指控都不是事实 而且都非常难听 什么男女感情关系的健康的都有 我去查过的都没有这些事情啊 但是地方上面的额语传的很可怕 算是我们所有台北市选区里面 传的最可怕的 那我不喜欢这种额语 我觉得今天要批评就是我们要有证据 好我们有多少证据讲几分话 好所以说在这个选区里面 确实地方上面的整合出了状况 那所以说不管是黄旅主委或者是党中央 像这个区可能是除了黄旅很认真 黄旅在我记得在一个月前 他就已经帮张思刚已经去走完整个 士林这个北投区的里长 然后该拜托的也都拜托过了 所以其实黄旅他对于这个选区是很认真的 他大概也是知道侯汉廷要选 可是我想侯汉廷要参选这个事情 真的可能要更高的阶层 就包含到朱主席这边去做协调才有可能 那黄旅能做的是在基层上面 去理凭过去可能产生的这个伤 尤其这个事情跟张思刚大概也没什么关系 可是就变成是说基层上面 有点互相不信任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那就会让吴思瑶的选情变得更好 那我们看一下其实在这个月的时候吧 这前几个月我这个民调我先前也有收过 就是说其实吴思瑶跟张思刚 他们的民调已经在伯仲之间了 一个四五一个四一 对而且呢大家要知道 在所有的民进党 他们一直都有做台北市的民调 像我有时候想知道自己的民调 那我没有做怎么办 要去打听民进党 我都这样子省钱嘛 那民进党他们一直都有做台北市的民调 他们的评估就是 目前最稳的就只有吴思瑶这一区 就连士林大同区都很难讲 那跟吴思瑶这边就可能第二名 但也没有到非常稳 那如果连最稳的都是45.2比41.3的话 你就知道说在整个立委的选情来说 在台北市民进党真的是状况不乐观 但是你看如果 如果民进党所说的最不稳的都只差 3% 5.2-1.3 4% 4% 只差4个百分点 那是不是如果这区能够赢下来的话 国民党有机会在台北市巴仙过海 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去思考 没机会 没机会 还有优秀会 还有中正万华 民进党的排序是 还有中正万华 民进党他们每一区都做民调 然后民进党他们的排序是 包含了王世杰这一区 他的迎面是在吴思瑶下面的 对他的排序是 他们自己做民调是吴思瑶是最领先的 然后再来是这个王世杰 那中正万华并没有在他的安全区里面 即便我们完全没提人 他们还是没有在安全名单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这一区能够赢吴思瑶 国民党是真的有机会 在中正万华提出人选以后 然后有机会巴西权过的 那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大家要放弃 不大家共同的去努力呢 可是你一看变成撒卡都的时候 当然我也要帮汉廷讲一点话 他说他还没有开始正式跑 所以民调低这个很正常 可是这种情况就会变成像港湖一样 那分票的结果之后 其实吴思瑶他的迎面 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让人家不要选 侯汉廷他有自己参选的权利 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 那大家来比民调 现在都还有时间嘛 11月22号才登记嘛 输的那一组就不要选啦 输的那一组就去支持赢的那一组就好啦 那这样子一来想要选的人 他真的有带领国民党 或者是泛兰阵营的胜选能力 就像比如说侯汉廷说投给我就是在野大团结 那要怎么证明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去比格民调就能够证明这件事嘛 那到底是吴思瑶对上这个 张思刚 吴思瑶这个张思刚会赢 还是呢 这个侯汉廷对上会赢 谁赢的比较多 那就让赢的比较多的那一组代表去参选 有点类似于再做一次初选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嘛 那这个做法有什么好处 过去其实国民党也有过哦 也是在类似士林北投区吧 我印象中 同一区 也是同一区 潘怀宗跟汪志斌 对就是呢 汪志斌他已经先在我们党内做过一次民调 他胜出了 然后才跟潘怀宗比民调 然后再胜出之后 他再参选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有钱 是有潜力的 所以我们其实大可以按照这样子的潜力 推出最有胜选机会的候选人 一起共同的拉下吴思瑶 那斯刚也好 侯汉廷也好 他们等于在 等于是一个类初选的阶段 都有过参选权利 那我们全力支持最强的人嘛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你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他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有额外的借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